到最近 共和党冲击2024总统的热门人选 那说唯一目前还是热门人选 另外一个就是董王 他最近霸帮美国全美跟来媒体的榜首 出了一个大事 他又跟别人干少 之前说到他 是因为他跟迪士尼搞得非常的不开心 迪士尼反对他在佛帝下推了一个法案 说是要禁止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孩子 在各种的教育机构 工作人员 老师去给孩子教授所谓的类似性别认同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那件事情之后 这次盖上的是美国大学理事会 College Board 这个理事会是个非盈利组织 他们最近公布了一个叫做 AP非裔美国人的研究课程 什么叫AP 就是你可以在高中时期 假如学有余力的美国学生 可以学了这个课之后 到大学去抵学分 那么不等于是你把原来在大学花的 学费一般比较贵 相对于高中的话 而且时间挪到了高中来学习和研究了 所以有很多高中生会学习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开这门课 新开的叫做非裔美国人研究 这门课里面的内容 遭到了Dissendis的炮轰 因为本来类似的这些课 应该是要学术中立 教授知识 教授技能 现在被Dissendis批评 说这里面的大部分内容 全都是跟政治挂钩 并且是要向学生灌输一些 完全不在非裔美国人抗争历史里 占主要地位的议题 人话说就是呢 你要谈非裔美国人的历史 不是不可以 但你现在课程里选的那些内容 完全不能称得上能代表非裔美国人的历史 其中特别谈到了第一个 就是该非裔美国人研究课程中 占极大比例的LGBTXU群体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是谈到了奴隶制的赔偿问题 奴隶制问题是美国历史上确实存在 而且呢 现在也有另外一些方式延续下来的一个问题 但是奴隶制赔偿问题 是这几年刚刚出来的 加州而且已经有法案了 是吧 规定真的 政府要赔给 当初已经被证明 你是奴隶的后代 政府赔给你钱 还要赔给土地的 还说赔给土地啊 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 就是对于大规模监禁的 这个问题到底纳入不纳入 监狱系统啊 在美国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也是系统也是产业啊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英国监狱问题呢 提到了说英国的监狱啊 包括很多国家的监狱 都是一个司法场所 美国的监狱的上市公司 那能一样吗 对吧 而且再叠加了美国的种族批判理论的话 很明显在一个时间段 对于非议的监禁率啊 是大幅上升的 我们在谈到监禁问题的时候 我使用对于这个词 大家应该已经能 体会到我说话是什么意思了 监狱如果只是个司法场所的话 那怎么能对于呢 一视同仁啊 对于针对性监禁 是个怎么回事呢 其实不止疑似 我老观众应该知道啊 什么叫做富人有本事 去剥夺穷人的自由 比方说欠债不管 欠债可以累加利息 那就有一位非议妇女 因为一次欠债不还 连续被警察逮捕 坐牢了14次 一辈子还不起了 那在牢里面 你这个利息越挤越多 并且呢 在监狱里面还要给监狱交钱 又或者是美国的一些发达地区啊 在这个疫情中间呢 有很多的街友不家可规者 于是呢 地方就立法啊 晚上八点之后 再在马路牙子上 坐着的 睡着的 停留的啊 全部一律 抓到监狱去 实际上大家想想 加上所谓的玻璃天花板 能不能针对性的让某些族裔 大规模的就进监狱去呢 所以说种族批判理论 累加了监狱理论 成为了这里面讨论第三个问题 那么designers认为呢 这些内容完全不能代表 非议美国人的抗争历史 所以立即对这一系列课程内容 提出了反对啊 提出除非这些内容删除 否则别想见副理达 那问题在于 这些事情你这样要删除是吧 那本来在这个议题里面的那些学者 肯定啊 你本来要选我当教材的 现在你跟我说要把我删了 我能喜欢designers吗 肯定不行 另外一边 民主老师既然designers 你是有可能2024你要选 那么你说什么话 我肯定要反对 反对也很简单 就是非议美国人的课程 你designers你是个白人 怎么能你想删就删呢 首先这第一个就政治不正确 所以跟我老师这次呢 非常幸运啊 有一位非议的专业人士 我们看一下画面啊 画面右边这位 一看就是非议 这位不单是非议 而且是非议的 非议美国人历史的教授 那你又是非议美国人历史的教授 来评价这个AP 非议美国人研究课程 到底是恰当不恰当 你不是太恰当了吗 这段话挺绕的 反正就是 他要是都不配讲这个话 没人敢讲这个话了 整个福克斯电视台 白人反正是不太敢讲这个话了 他可以出来讲 而且他又是个民主党 你看看你看看 严丝合奉 福克斯赶紧把他请到电视台去了 来来来来 专家你来讲你来讲 专家马上就说了 在这点上起码他认为 G3S跟他想法是一样 G3S认为上述三个问题 在非议美国人历史里面 根本站不了大头 都是近几十年 包括什么BOM这类的事 BOM是近十年的事情 前面的事这么点 这儿的事这么多 怎么能算是尊重 非议美国人的历史呢 当然了 这个问题在另外一个方面 就像BOM示威的时候 给大家展示过 是吧 在波士顿的街局是怎么样的 商户的反应都是 一层一层的这个板啊 有木板有用铁板呢 把自己的这个店前面就做围挡 甚至还有非议的社区也是这么惯的 因为发现BOM虽然口号的含义是 黑人的命也是命 但是会出现喊着 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团体呢 就把黑人的店给砸了 这个都是有据可查 有视频可看的 这是非议的店主 甚至站在自己的店门口说 你们口口声声喊着 黑人的命也是命 我难道不是黑人 你砸我的店干嘛 没有 还是砸店 并且拿着大大的喷雾 在他的店上喷 BLM 管你是不是非议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就引起了美国轩然大部的争论 目前呢 美国大决委委会 这个组织是让步了 把刚刚提到那些问题呢 全部都删掉 或者能够在保守派的地盘上 推行这个课的 可能应该说是做出退步 但做出让步这件事情呢 马上是遭到了民主党批评 对吧 从这件事里我们分析 看出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提到 你这非议美国人研究课程 你要让高中学 大学学分 有没有亚裔美国人研究课程 能学 能进学分 如果说BLM要进课本 甚至有学校提出 这个应该进通识 通识就是 不是你选修这课 而是所有人上课 都得学BLM 那凭什么别的 像Star Bay State 停止歧视亚洲人 就没有进课本呢 也不说是光亚裔啊 你这七 大家都别歧视嘛 那不成为民主党 很多极左线的反对 叫All Lives Matter 所有人的命都是命 他们认为这个火号 所有人的命都是命 那就没有突出非议被压迫的现状 亚裔不受打压 亚洲人不受打压 都受打压 哈普大学 其实已经招说 我们之前刚讲过的是吧 民主党 我们这个涉及多样性 其实就是 亚洲人考试分数 九十算六十 别的一些族裔 可能考六十算九十 这算什么公平吗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也有 上街游行的呢 目前就感觉非常不平衡了 凭什么你的非议历史 你能进学校当学粉 我亚裔历史就不是历史了 举着牌子 停止亚裔仇恨 还有孩子 觉得Love me Don't hate me 还是No hate 反正是爱我 不要伤害我 举着这样的牌子 盘风之中 这个战争人也没有多少 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 凭什么讲到非议 就一定带着亚裔的 因为就该争端了 是在教育 当然要媒体采访 教育专家嘛 教育专家明确表示 这的确就是一个排达的行为 因为你在教授 任何知识的情况下 你实际上 就是在发出一个信息 告诉你的学生们 教授的知识更重要 没教你的 不那么重要 大家想想这个话 话操理不操 对吧 那讲历史 肯定是你认为 不太重要的历史 那就没有教你 你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记住了 那你就教了 言下之意就是 所以它有一个排差性 的的确认历史 你不教它也存在 但是各族裔是不是都要去争取 自己的历史 被他人知道的这个权利 这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排他性 是肯定存在的 而且客观的就是 人不可能知道 全世界所有的历史 每天发生这么多事 怎么可能全知道 全知全能 电脑都做不到 所以说肯定 你不去争取的话 那的确是不去争取的 那个团体的历史呢 就没什么人知道 这个就是现实 另外一方面 这个美国民众就这些争论 到底就 现在怎么看 我们看在纽约时报 有个人就说啊 非常有意思 说美国的高中生 学历史课程 居然不涉及 LGQI BKTXU群体 简直的让人感到 非常的困惑 那你也要看看 是什么历史 那基本是60年之后 民权解放 在风起云涌的 一系列有民权运动 往前属 非议在法律意义上 就不算人的 包括美国的女性 也是没有投票权的 排华法案才多久 火烧华人间的 什么时候的事件 那不是很久远的事情 在那之前 奴隶之啥的都不说了 所以这会认为 美国高中历史里 就应该学到 关于性少数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向上 就是Sennis 他不光对 刚刚的三个问题 还有对社会主义内容的打压 不希望在 非议美国人历史里面 提到社会主义 这个为什么重要 那大家要 如果真的考虑一下 社会主义政党 或者是 共产主义政党 萌芽发展的一个过程 我只是举一点 假如看到了 发展中国家 甚至可以说 未发展国家的 工人阶级的待遇的话 他们出于人性考虑 是工人阶级站在一起 还是说 我在发展国家当工人 我这个待遇 不知道比你要好多少 所以我要保证 我在发展国家的地位 这一点 最近卡塔尔 世界杯的时候 也面临一个人权问题 国际劳工组织 去卡塔尔 真正找到了 在那里工作的 被劳工组织认为 是人权遭了侵犯的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民工 结果民工跟他说 我在这工作 工资相当于 在印度干同样工作 一天的200多倍 点下之意就是 我在这一天 能挣在老家的200多倍 你问我要什么 人权不人权 你们这些国际劳工组织 赶紧哪来的回哪去吧 你不要搞得 这个通头等会儿 把我炒了 这个问题的 现在都没法解决 所以当初美共 在萌芽发展的时候 你发现非裔 是比较能团结一个对象 一定要把种族放进来 否则的话 你像团结工农嘛 美国的农民 跟别的国家的农民 你就不一样吧 美国的工人的薪资 那是不是要比 别的国家的工人薪资 高得多啊 那他都生活非常优越了 他还跟美共干吗 所以说呢 得去团结非裔 团结非裔呢 要不要叫非裔 在美国共产主义 或者泛华业 社会主义运动中 起到的重要作用 那肯尼的希望极力避免 而且说出对的 你要什么历史都不懂 名字都不好听 当初搞的叫麦卡锡主义 这话你现在共和党的 中原议长也叫麦卡锡 两个麦卡锡 是不是什么亲戚关系 这类阴谋论要来了 那敌尼军没办法 名字重了嘛 马上一谋论就卷处重来 就算不一谋论摆出了照片 一看是怎么迫害 这些左翼国种家的 一个个全部都举着牌子 FBI NYC 全是被FBI逮捕 后来判刑的判刑 死死逃亡 还包括我们之前 多次提到的安吉拉戴维斯女士 给罗列了一大堆罪名 罪名还不容易吗 你只要说想逮捕 谁那个年代 你想要逮捕谁 好罪名FBI去编 编了之后 你就出逮捕令就是了 安吉拉戴维斯女士 前段时间还得新冠 身体不太好 那么一下子涉及这么多黑历史 涉及非议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 起到的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是不是等于是激发了 现在的非议 再变成当初有组织的一些运动 这是共和党民主党都不能允许 在这点上 甚至我们不用说是非议 说黑人都可以 说非议 因为说他是非议美国人的简称 说黑人 因为对于类似 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打压 然后迫害 不光是在美国国内 在美国国外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美国国内就FBM 在美国国内 你叫马尔克·麦克斯 马迪勒勒金 别管你是走和平路线的 又会斗争 还是要走别的路线的 你结局不都是一样的吗 所以说不能允许非议 有组织的进行社会主义斗争的 这就是现实 有组织了 那么你组织的头头就会 所以两党都是不能够允许 非议组织起来的 只不过民主党推出的这个方法 自然是加入很多正确的话题 这次素食主义了 动物保护了 环保了 性别认知了 这个种族 之前奴隶制的赔偿啊 等等问题 然后时不时这样一些文娱系列 大家比较关注 但实际上不伤进动物的问题呢 推到讨论的最热潮 比方说之前 为了挑起各个族裔的矛盾 还传出说这个花木兰 花木兰的主角 他不是花木兰啊 你看这说话像说了一样啊 花木兰他背景肯定是中国 肯定是中国人 那花木兰你不能请 像别的像小美人鱼 不是现在已经有非议演员了吗 美女野兽 他非议演员 蓝仙子 甚至白雪公主 都请的是深色皮肤的演员 那么花木兰怎么能不请非议来演呢 这个问题是真的 我们看一下美国民众讨论 说为什么不请非议来演花木兰 这个我也回答说 因为花木兰呢 是中国的背景 不是非洲的背景 马上就遭到被民主党洗澡的人抨击 所以你意思是非议更低级 说非议更低级了吗 花木兰他是 他不是在非洲啊 那这跟非议更低级有什么关系 那没办法 洗脑了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的确确实在对美国人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教材教育 整个文化的产业 甚至别说对美国人 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大 因为很大程度上 我们现在学到了世界历史 接受的这些信息 也是媒体霸权在他手里 经过了他们的淘洗之后 我们才能接触到了 比方说我说很多 其实在美国历史上 是著名的 甚至有些激进的左派人士 就是他们的大名 大家肯定如雷贯 但是你肯定想象不到 人家是对于社会主义 非常同情友善 这些名字包括但不限于 你像马克吐恩 马克吐恩知道吧 他 然后卓冰林 卓冰林还被迫害 再加上海伦凯勒 就假如我有三天光明 人家是定义当道的社会主义者 而且真过写过专注的 再加上爱因斯坦 那海明威我们就不说了 这些人身上的 在社会主义的气息 全部都是经过了 美国的文化筛洗之后 也就是white washed 如果我们用专业名字的话 白洗之后 再被允许传播到海外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听到 这些人的名字的时候 好像他们的身份就是 就是这么纯粹的 只是文学家 剧作家等等等等 他们真正对于 社会主义的认同 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 全部都不为人知 这个就是现状 最后回到Dissendis 所以讲这么一大堆 溜回来呢 我们或许能够理解 明明是民主党籍的 非裔美国人历史的教授 是怎么能说出 虽然他不支持Dissendis 但是要这次支持Dissendis 因为他认为 深重的 非裔真正遭受 美国种族制度 奴隶制压迫的这段历史 是不能够被 现在所推出来 这些议题代替 覆盖 我们用覆盖这个词 更合适 虽然说他完全不但同 Dissendis这回 可能Dissendis 甚至讽刺的是 很多白人极右翼 种族主义者 这回居然也支持 这个非裔的教授 他们反对 刻案的原因 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现实就是 这么的魔幻 他们站在起码在这个问题上 站在统一战线上 这位非裔的教授 可能是为了自己的足以发生 要求自由 要求解放 对历史的尊重 但是和他站在一个阵线的 可能是一个白人 支持资本主义的 种子主义者 说不定是3K党 但反正他们也反对 他们就是不希望交 任何非裔的历史 所以说 哎 现实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无奈 但是无论怎么说 Dissendis这回跳出来 那又可是大出风头了 所以说这个人呢 选择这个时间 跳出来 吃这个风头 吃这个流量 应该看出来 政治智慧 是非常不错的 实际的把握 也是相当到位 而且呢 的的确确得到了 你想他不光是得到 共和党人的信了 民主党的一些理性派 还是非裔 都觉得 这个站出来的对 并且他也没有明确解释 自己站出来的原因嘛 是说了一些很冠冕堂皇的 官僚的话啊 但是你看获得了支持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一个直接的例子 展示给各位啊 这个社会的复杂性 很有可能的支持 比方说民主党和共和党 根本不是喜欢这个政党 或者喜欢他们提出的那些口号 而是现实生活中 更讨厌另外一个党 在干的事情 这是无奈 当然更希望的是 中间谈到一些内容呢 能够对像我一样啊 同女人 大家有一些启发 就是教科书 教授知识之外啊 其实有更广阔的世界 谢谢大家